为什么EV科后置储位这么多人喜欢呢 因为它空间大 配置豪华 符合大佬低调的品位 采用的是EV科Ocean底盘 3.0T的排量 8AT的财富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动力十分强劲 整车后驱后双拍的设计抓地的更强 无论是高原 平地 还是山地的小路 都可以平稳的通过哟 车长5米99 车宽 2米3 车高 3米蓝牌 C 车就可以轻松驾驶了 在车头的正中间准备了小天眼 也就是双重限高预警系统 在行车的时候 它会对秦峰的路段进行一个预判 并反馈到驾驶室 这样我们的出行有了双重保障 出行更加安全 进入车内看一下 这样的布局也只有飞翔防车的后置储位 才能够做得到吧 打破了传组的一个布局 给人温馨的感觉 会不听会更加通透 从这个驾驶舱到后方 整个长廊可以达到三米长 在它的右手边是我们准备的航空座椅 这两个座椅的话呢 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 也可以与行车的方向保持一致 不宜产生余眩的效果 舒适感呢非常的强 还有八项调节功能和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对面的话呢是两米的长条沙发 四个人一起坐呀 也不会显得拥挤哦 超柔软的皮质软包 真的是非常舒适 需要商务办公的话呢 在沙发的下方隐藏了一张升降的桌子 我们可以通过电动的方式升降起来 平时不用啊 它就隐藏在沙发的下方 通过抽拉的方式以及电控按钮的方式 打开它就可以了 不人使用也不用担心 在沙发的下方还有两个储物抽屉 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呢 稍微重一点的就可以放在这一侧 到了住车需要休息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 沙发可以变成一米三成一两米的双人大床 两个人睡觉也是能够轻松实现的 沙发旁边就是茶吧台 圆弧式的设计 线条更加流畅优雅 还自带了反渗透的进水设备 提高了您的饮用品质 以及保障您的安全健康 内线的是一个茶台 在这个地方烧水煮茶能够实现哦 轻松实现不在话下 旁边还给大家做了固定的背拖架 以及高脚背的背拖架 实现了您的一个背架拿取方便 而且还有氛围灯 那整个茶吧台呀 直接给你拉满 休息人数多担心床不够睡 在我的头顶上方 也就是天花板上 给大家隐藏了一张懒人升降吊床 通过按钮一键控制 床呢采用的是铝合金的材质 预留了很多的沉重点 并且呢与车头的大梁相连接 承重可以达到600斤 上方还预留了10公分的储物空间 不想叠放被子或者是想把过境衣服 进行一个存放的时候呢 也可以放在上方 满足了一物多用的设计 使空间得到重复利用 整车的生活区域呢 在后方也就是进门处 就是我们的内置厨房 一体成型的台面在后期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非常容易打理 也不会开胶 更不会出现渗水漏水的情况 内浸式的柴油炉 五米火防墙风的性能 在车内做饭 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高火力值5000瓦 最低火力值600瓦 五个档位可以进行调节 大火爆炒 小火慢炖 走能够实现 并且具有高原模式 这是飞翔房车进行实测过后的自主之产权 即使是在高原地区或者是平原地区 它都能够正常做饭 上方是准备的升降吊柜 内嵌了强牌的抽烟机 可以通过电动按钮的方式进行下降 这样的话呢 油烟效果会更加快速的抽走 而且呀 它这个柜子降下来之后呢 相当于买鱼送鱼了 上方还有同空间 当作备赛区也是非常方便的 空间很大很通透 整车配备了3000瓦的逆变器 1000安时的锂电池 配备了700瓦的太阳能板 230升清水 以及80升的灰水 大水大电大空间 别让机会溜走 现在就开着它 开启您的非凡之旅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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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